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继续讲 终观根本会论当中的 第24品 第24品当中 现在一律光说 矫正终结 首先一律光说 宣说对方的观点 驳斥对方的观点 第一个宣说对方的观点 已经讲完了 驳斥对方的观点 分三个方面 对他中发态过 这中无有过失之力 真无缘其空性 重要性 就是分三个方面 其中对他中发态过 前面已经讲完了 现在讲自重无有过失之力 那么自重无有过失之力 也是分四个方面来进行宣说 第一个就是自重无有过失之根本 然后宣说功德和过失之缘 还有无过之自重使其不能转变为有过之 然后反悔过之 也就是说慧之过失 就是分四个方面 其中前面的三个问题已经讲完了 也就是说后面的反悔过失 就是讲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也分三个方面 他中有过失之中无过失 然后光说慧者他中之过 那就光说慧者他中之过 分三个方面 其中第一个 也就是说他中有过 他中有过的话 实际上这个科判也分两个方面 昨天我忘说了 昨天这个也分两个方面 他中是有过失的 他中怎么有过失呢 坏坏一切因缘之过和坏坏一切万法之过 分两个方面 其中第一个问题 也就是说坏坏一切因缘之过 这个已经讲完了 昨天我们说了 你们如果对方认为一切诸法都是 真正他的本体上面是有自信 如果本体上面是有自信的话 那你是不管因缘的缘故 一切万法都是无因无缘了 你应该你的见解是 一切万法是无因无缘了 这个昨天我们已经讲了 今天也就是说 刚才科判当中的第二个问题 坏坏一切万法 讲这个问题 这个在颂词当中是这样说的 即为破因果 作者作法 也复坏一切万物之身灭 那么从字面上解释的话 我们可以跟前面的偈颂结合起来宣讲 因为前面已经说了 一切万法是如果真正 像你们有始终所承认那样 那就一切万法都不管得因缘 不管得因缘的话 无因无缘了 这个我们昨天已经讲了 既然如果对方说是 我们承认无因无缘 没有因没有缘 如果对方承认的话 那就完全不合理的 但是这个是不可能对方承认的 只不过说 我们用一个假设句 如果说对方已经承认了这一点 但承认这一点 完全不合理的 为什么不合理呢 如果你说一切都不管得因缘 这一点承认 那下面有这个过是 破因果 作者作法 也复坏一切万物之生命 如果你说一切万法 都是不管得因缘的话 那已经破了所有的因法 也破了所有的果法 还破坏了什么呢 破坏了能作者所作法 以及坏坏了所有的 万事万物的生长和毁灭 全部都已经没有了 世间所有的概念全部都 按照你们的观点都不成立了 有这个过失 这个是从字面上这样解释 然后从少家分析 因为我们前面已经观察 一切诸法 并不是自信而产生的 如果自信而产生 或者是自信存在的话 那就文权是不合理的 因为对方 前面我们也可以能想得到 前面对方的观点 认为万法是实有的 如果万法实有的话 那就不管得因缘了 不管得因缘的话 那么我们人们通常的所谓的因和果 比如说我们这个因和果 所谓的因灰色的种子 然后它的果是绿色的青壳 那么他们之间的 什么因缘而产生呢 因为他们之间 依靠一些缘起和因缘 无自信的缘故 它可以产生的 如果没有无自信的这一点 也就是说所谓的因缘这一点没有 那所谓的农民庄稼的种子 就不可能有的 既然所谓的因缘的种子没有的话 所作的果法也是没有的 他所得来的最后秋天的 他属获的果也不应该有的 再加上如果所谓的因缘都已经不存在的话 那么所谓的农民 在这里作者 宋庄稼的农民 作者也不应该存在的 农民依靠他的工具 比如说他有他的种地 有各种各样的一些工具 这些能作也不成立 作者 作和作 能作也不成立的 然后他所作的 也就是说他送的食物 粮食 他这个也是不成立的 这叫做作法的 这样一来的话 那么我们从简单的农民庄稼的过程来 观察的时候 因果 作者 作法全部都一盘否定 全部都已经一概否定了 那么一概否定的话 最后我们现在在世俗当中的 各种各样的万事万物的产生 最后毁灭的现象不应该存在 所以我们用宗旨和庄稼的角度来讲 也是不成立的 还有麦彭仁波切的讲义和现句论当中 这个是用瓶子和 用瓶子的比喻来进行说明的 比如说瓶子的以前所造的这些泥土 这些是作为他的印法 然后最后做出来的是 真正能成水的勇气 就叫做瓶子 印法和果法这两者都不存在 然后瓶子依靠陶瓷的各种树意来形成的 那么这个作者也不存在的 这个作者的陶瓷 他依靠比如说轮 或者依靠他的各种用具 各种他的工具来进行操作 他的作也不存在的 既然他作和作者不存在 那么他所作出来的瓶子 他自己的本体 他这个也不存在的 这样一来 我们世间当中一般来讲是 这个工人做什么事情 这个农民做什么事情 这个牧民做什么牛奶 树油等等 像这样的所有的 我们世间面当中的 作者有关者方面 或者是印和果有关者方面的 所有的万法都已经不能成立了 但是如果对方承认的话 这是根本不能承认的 为什么呢 这一点是我们先念所见的东西 先念所见的东西 你如果去负人的话 那就不说是我们学宗派的人 甚至一般从来没有学过宗派 世间的一些愚笨的众生 也会对我们发出不同的态果 在这样一来 也没有必要破坏所有的名言概念 没有必要破坏一切概念 这样一来 我们第一个课谈当中 刚才也讲了 他众是有过的 他众怎么有过呢 第一个他众的有过就是 所有的 如果一切万法自行存在的话 那他的因缘不管待了 一切都是无因无缘而产生 有这个故事 然后我们今天讲的第二个颂词当中 如果一切万法是无因无缘而产生的话 那么坏坏了什么呢 坏坏了万物的生长 坏坏了一切万物的各种各样的 它的形成和过程 全部都已经破坏了 全部都已经破灭了 那这样的话 这种状态是不是在我们这个世间当中 非常自知之中呢 谁也不敢承认的 所以这样一来 我们站在宗观的立场 然后进行说 对方是有过的 自中是没有过的 这个原因是这样的 这个问题就这样应该阐述 然后下面第二个问题 刚才我们说的第二个问题 也就是说 自中无故 自中无故我在这边也分了两个方面的课判 一个是抉择中观正见 还有宣说缘起空性 分两个方面 所以这两个颂词相当的重要 希望你们 当然 中观根本会论是四百多个颂词 从一个角度来讲 都非常重要的 但是这个当中也有特别重要的颂词 所以希望你们也是 特别重要的这些颂词 一方面我们也应该相加分析 同时自己应该把根本的内容 不仅是在口头上说 所谓的宗观和 我们闻思的过程当中 光是口头上 字面能解释的话 这也是一种学习的方法 但是最关键的是 它里面所讲的东西能不能触动自己 能不能好像在自己心的相续当中 真的有一种震撼之感 有没有 没有的话 我们有时候闻思修行的话 今天也听了 明天也听了 全部都是一种迷迷糊糊地 这样过下去了的话 好像对自己的相续当中 影响不是很深的 你过了两三天以后 全部都抹掉了 就这种感觉 这样一来 尤其最关键的 特别重要的一些偈颂 一定要在心的相续当中 把它根砸下来 永远都是拔不出来 能不能这样 我们闻思修行过程当中 不管是过了多长时间 自己的行为 各方面有非常大的利益 下面我们讲 第一个是《觉知宗观正见》 《觉知宗观正见》 在颂词当中是这样讲的 中因缘胜法 我所即是空 也为释迦民 亦是重道义 讲这个问题 字面上解释 这个我们颂词 前面也是引用过 左前天蒙方仁波切也是下文所宣讲的 什么 中因缘胜法 我所即是空 那么这个 所谓的一切因缘所产生的法 就是我所即是空 他这里我所即是空 在藏文当中 所谓的我的词 并不是很明显的 只不过是所谓 说什么呢 说即是空 这个说者到底是 龙龙菩萨还是佛陀呢 分析得不是特别清楚 不是特别清楚 意思就是说 一切缘起因缘而产生的这些法 我们现在在这个世界当中 各种各样的因缘所产生的法 那么如果是按照龙龙菩萨的角度 我说他做事是空性的 这样也可以说 根据佛陀的经典 我说一切万法是空性的 但是我想 清遍论师的翻译当中 也是说我所即是空 我刚才也讲了 藏文当中他所谓空性 说是谁说的呢 应该是从见解来理解的时候 这是佛所谓空性 因为这个是龙龙菩萨 他站在他的观点 他这里面 比如说你们看到清遍论师的讲义当中 也引用了很多很多佛陀的教证 《现句论》当中也引用了很多佛陀的教证 如果这个是佛所即为空 那么就非常好解释 我所即为空 我在赞文当中也不是很明显的 但是这两位意思 他翻译的时候都说 我所即为空 这样说的 从字面上可以这样解释吧 按照我的观点来解释 一切诸法 一切因缘所产生的法 佛陀早就在有关 比如说《能切经》 《大般若经》 还有其他的许多《宝积经》 很多经典当中 都称之为空性 所谓的因缘 我们名言当中所显现的这些因缘法 佛陀就说 他的本质完全是空性的 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些因缘法 只不过是他的显现上 就像我们以前学《无理》的时候 一个无知的本质和现象 我们平时这样说吧 那么他的真正本质是什么呢 空性的 然后他的显现是什么呢 显现就是我们凡夫人面前 所显现的这些因缘 所谓的因缘是 全部佛陀所谓是空性的 那么这样的空性 实际上也是一种加密的 不管是你从因缘的角度来讲 还是从空性的角度来讲 全部是一种加密的 现具论里面说 就像马车一样的 我看我们所谓的马车 马平和海的各种 它的零件聚合在一起 人们称之为是马车 实际上所谓的马车 在法上面是不可能持有的 同样的道理 它是一种加密的 也就是说 因缘所产生的空性 空性就是加密的 这个称之为是中观道 这就是所谓真正的中道 也就是说我们中观的道 中观的意义 很多人不知道 什么叫做中观 中观也不去上面 也不去下面 坐在中间 也是中观者 或者有各种各样的说法 所谓的中观解释者有很多 但是真正的中观解释 一切万法是因缘而生生的 那么因缘而生生是谁说的呢 佛陀所说的 诸法因缘生 十来沙门说 也就是说 对 一切诸法是因缘产生的 那么这一点 是佛陀大沙门他所宣讲的 那么这样一来 我们一切万法是因缘而生生的 那么他的因缘而生生 就是所谓的空性 那么他的所谓的空性 所谓的中观也不堕入有的边 也不堕入无的边 这就是所谓的中观 《宝积经》当中也是这样讲的 有是一缘 无是一缘 离而中间 这是在那个里面也已经引用了 清编论师的讲义当中也已经引用了 有是一缘 无是一缘 离而中间 有也是一个缘 无也是一个缘 以前我们在其他的一些论识当中 净和不净也是变 有和无后也是变 智者不足中间 其他的一些教证当中 也是这样引用过 还有《大般若经》里面 有其无其 无有等边过 名为众道 有其无其是 可能是有生无生的意思 有其无其 有无等边过 名为众道 所谓的 什么叫做中观呢 他这里按照《大般若经》的话 有也不是 有产生也不是 无产生也不是 那么有无等一切边 全部已经潮离了 这就是所谓的中道 所谓的中道应该这样来解释 所以说 我想一切万法应该所谓空性 那么空性 从本质的角度来讲的 然后一切万法是缘起神 缘起就是从他现象的角度来讲的 这样一来 所谓的缘起和所谓的空性 只不过是名字不同而已 实际上是一个意思 《能切经》当中也是这样说的 若言从缘胜者也是空之一名 也是空的不同的一名 这个也是在清别论师的讲义当中已经应用了 意思就是说 我佛陀说 我所说的一切空的法 全部是因缘而产生的 所谓的因缘而产生 实际上是空的一种因应 然后麦彭仁波切那个诸师和 还有那个《现句论》当中 所谓的缘起神和空性和中观 这三者不同的名字 我们说 我证悟了空性 我证悟了缘起神 我证悟了中观 这三个意思 实际上是没有什么差别的 这样一来 我们在这里 这个颂词相当地重要 希望大家应该认认真真地 观察它的意思 什么叫做缘起神 什么叫做空性的 我刚才也讲了 所谓的缘起 从显现的角度来讲 比如说《大圆门信息许习大词书》里面 专门讲用岁月来比喻 这个我们以前《旅途教运》当中也是用过 从岁月的显现的角度 来讲世俗地 然后月亮在它的岁月的显现当中 怎么样观察也是 根本不可能成立的 空性的角度讲深意地 深意地和世俗地 以水域来比喻 当时二地里面也引用了 五光尊哉的《圣乘宝藏论》 《圣乘宝藏论》里面的《圣乘宝藏论》 《圣乘宝藏论》里面说 一切万法 从显现的角度来讲 我们《大圆门》当中也是 这叫做人云之称 人云潮业 顿潮 所谓的脱盖顿潮 然后一切万法本体是空性 本体空性的角度来讲 是《大圆门信息》里面讲《本来清净》 《圣乘宝藏论》 《圣乘宝藏论》 《大圆门》当中最主要的修行 那么这两个实际上也是 从世俗和神义的角度来讲的 还有《圣乘宝藏论》他也是在《如大圆门》当中说 如果证悟了法和法性 那么这个智者也证悟了真正的二弟 证悟了二弟 法和法性相当于是婆罗门和持戒者一样 他一个人有两个繁体的角度来讲 比如说我也叫做婆罗门 也叫做持戒者 实际上持戒者也是指的是我 然后婆罗门也是指的我 同样的道理 刚才荣乘班知道的意思 所谓的缘起法也就是说 我们现在所看见的瓶子 从它的显现角度来讲的 然后所谓的空性也就是指的是 现在我们所说的瓶子 所谓现在的瓶子 所以空性和缘起 中观这三者是不同名字而已 实际上所表达的就是这个意思 如果这样一来 也可以称之为叫做中观 为什么是叫中观呢 因为它在名言当中 如幻如梦地可以显现 所以不堕入断边 然后我们用圣义地来进行观察的时候 它的本体一定也是不成立的 所以它不会堕入长边 不堕入断边 这样一来也可以称之为叫做中观 为什么叫中观呢 说中观的原因也是这样的 所以在我们这个世界上 所谓的世界上 所有的一些智者和 所有的一些文学家当中 任何一个人他这样的 缘起空性的道理没有灵晦 除了佛陀以外 所以我们每一次 不管是任何一个中观 或者一些比较深的窍诀的开头 对释迦牟尼佛都不共得他的特点 然后做赞叹的原因 就是在这里 以前上师如意宝也是 讲这些教言的时候 经常引用什么呢 经常引用龙猛菩萨的 《慧正论》的最后一个偈颂 他那个最后一个偈颂也是 意思就是说在缘起空性道 与中观道无二无别的 那么谁能宣说这个道理 指的是无比的 我当大师释迦牟尼佛 然后彭仁波切在《中观众案论》 前面的偈颂前面最开头的 顶礼释迦牟尼佛的时候 也是跟《慧正论》的赞颂记 基本上是相同的 他也用什么角度来赞叹呢 就是说缘起空性的道理 就是唯一佛陀才能说 才能够如理如实地宣说 所以赞叹十尊认识者 赞叹十尊认识者 我们前面《中论》的开头 也是能说因缘在《善心论》 他这样讲的时候 也是说 能说一切诸法都是因缘的 而且善灭一切心论的 那么这个就是我的大师释迦牟尼佛 世间当中 所有的说法当中是第一的 所以我们刚才也讲了 一个是《慧正论》的最后里面 赞叹释迦牟尼佛的时候 主要是释迦牟尼佛 证悟缘起空性的角度来赞叹的 然后麦彭仁波切 《中观众案论》的前面赞叹的时候 也是释迦牟尼佛 证悟缘起空性的角度来讲的 我们《根本慧论》当中 也是最初开出的时候 也是讲释迦牟尼佛 他是证悟缘起空性 所以我们对师尊 当然有利根的一种起信心 和顿根的起信心 有两种方式 一种顿根的起信心的方式 就像现在释迦牟尼佛广章里面 所讲的那样的 然后释迦牟尼佛在因地的时候 布施 刺激 安然等等 很多行为超出我们的境界 从这个角度来讲 确实释迦牟尼佛的精神 特别了不起 特别客家 我应该值得学习他 他的这种精神 利他的精神是不可言表 很多人有这种想法 这就是我们一般来设施 世间的顿根者起信心的一种方法 然后利根者对释迦牟尼佛生信心的 唯一途径是什么呢 就是释迦牟尼佛 唯一通达缘起空性的 不仅是他自己通达缘起空性 而且把缘起空性的道理 让世间的千千万万个迷惑者 对他们进行宣讲 然后在宣讲过程当中 他们也通过自己的智慧 来进行取舍的时候 在整个世界当中 唯一的佛陀 才真正了达了万法的究竟真相 这样一来 对佛陀的智慧 对佛陀的所作所为 产生不可退转的信心 所以我非常希望 我们在座的人也是 光是对释迦牟尼佛 一种崇拜 一种恭敬 这一点就是不可靠的 很短的时间当中 很有可能抹掉 有这种情况 但是如果你自己在自己的智慧 进行观察的过程当中 最后完全通达什么呢 完全通达所谓的缘起空性 如是的深奥 但是这一点 我们世间上的所有的智慧当中 也是唯一的佛陀 才能了达的 这样一来 我的大师释迦牟尼佛 跟世间的任何一个创造者 不相同的 他的唯一的智慧 才真正是通辞一切万法的究竟真相 这样一来 我们的信心也会非常坚固 而且实际上也是这样的 并不是我们固执即见 好像本来释迦牟尼佛 是没有这种智慧 但是我们以自己的一种夸张语意来夸夸其他 不是这样的 实际上就是佛陀的本质 就是这样的 所以这一点 非常希望大家 以前上师如意宝 也是有一次的时候 在辩论的时候 要求学院的有一些 法王如意宝 当时去印度回来的时候 当时也是要求我们学院 要展开辩论 辩论的时候 上师当时也说了 当时他老人家引用了 刚才会证论和中港专业论前面的偈颂 然后我们平时不管是辩论也好 或者是祈祷的时候 经常引用这些赞叹句 而且上师也是有时候 讲中港的时候 经常把前面的顶礼句自己前面念一遍 这样来宣讲 因此我们现在作为一个 真正学习中港的人来讲 到底我们学什么 到底我们学了有什么样的利益 第一个问题就是缘起空性 这个问题是我们中港的禁要 释迦牟尼佛八万四千法轮当中 第二传法轮的禁要 就是在缘起空性当中 那么缘起空性 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了当呢 当然我们最近也学习那么长的时间 大家都是也基本上是 从明眼的侧面来怎么样衡量 从生意的角度来怎么样抉择 这些问题 我想大家也不是特别困难的 但是最关键的什么呢 就是我们对佛陀的恭敬心 对佛陀的坚定信心 极为重要的 那么这个是通过什么样的途径才能知道呢 就是我们刚才所讲的一样的 所谓的圣意地和世俗地 唯一的佛陀才可以开创的 别的任何一个现在世间的学术 有时候我们也看看 现在比如说看一些哲学书 科学书 无理书 这样一看的时候 有时候看到好像他们的巧言花语 有时候里面有一些 世人引诱的一段话 这样是有的 但是真正的最终的目的是什么呢 最终的一切万法的本质 掏出来的话 唯有佛陀的 缘起空性的法门才能可以给我们 也一致不露地交代 所以非常希望大家应该把 从释迦牟尼佛 真实他的不可思议的功德 在哪些方面体现 这个作为我们和学者来讲是非常重要 否则的话 人生是非常短暂的 以后我们有没有这样 学习宗观的机会也是非常难说的 如果我们学习宗观的过程当中 你对佛陀的信心 就是佛陀的信心 并不是说别人说佛陀是非常了不起啊 对对对 佛陀是非常了不起啊 然后释迦牟尼佛的功德是第一 是不是 对 释迦牟尼佛的功德是第一 就是大家都人云业云的话 这个没有什么价值 没有什么多大的利益 但是通过自己的智慧 进行观察的时候 所有的一切万法的本质 应该只有生意地和四处地来进行解释 在解释的过程当中 我们世间上是有这么多的 出类八彩的人 那么世间上是有这么多的一些名人就举讲 那么他们的善说和 他们的学说当中 你看就是什么样的 一个一个的被后人全部推翻的 但是唯一的释迦牟尼佛的 缘其空性的法门和缘其空性的观点 谁能推翻 谁能说他的斑点过失 没有吧 自古以来是没有的 未来也是不可能有的 未来也是我们凡夫人再聪明 再怎么样的 他的智慧是很利润的话 实际上根本不可能 传破他的金刚语 这样一来 我们自身当中真是对佛陀的信心 也是对佛教的一种贡献 人生是非常难得 那么这样的人生 你得了这样的人生的时候 你如果在自己的相续阿拉业上面 留下这样一个非常好的种子 我想是有些人都这样说了 我在这里打了很长时间 结果一点都是没有学到 真是怨什么什么 但我觉得你只有这一点学到 你一生当中 得到当中是最大的收获吧 这样 刚才我为什么说 这个比较重要 大家还是应该详细地分析内容 这个内容还是相当重要的 下面就是说 为曾有义法 不从因缘生 这个是我刚才讲的 宣说缘起空性 为曾有义法 不从因缘生 是故一切法 无不是空性 整个世界上没有一个法 不是因缘而产生的 所以一切法 没有一个不是空性的 全部是空性的 一切法都是因缘而产生 字面上大家很容易理解 没有一个法不是因缘而产生的 既然说一切都是因缘而产生 那一切法都是空性的 包括我们平生在日常生活当中 所看见的瓶子柱子 或者是山河大地 或者是包括自己的眼视 鼻视等等 所有的内内外外 所舍的一切万法 全部是因缘而产生的 不是因缘而产生的 像外道所说的 常有自在而产生的 或者是无因无缘而产生的 或者是常有的未缘而产生的 这样的法 根本不可能成立的 《现句论》当中引用一个 四百论的教证 一切从缘生 所有无常性 唯有如是好如 意思就是说 一切万法都是依靠因缘而产生的 不是常法而产生的 有些世间的人们认为 虚空是常有的 但是虚空的常法根本不可能存在 好像大概的意思是怎么样 《现句论》当中 引用了这样一个教证 《现句论》里面引用了 宗喀巴大师讲义里面也已经引用了 也是一个佛经的教证 那个教证里面是这样说的 智者同道缘其法 第一句是没有翻译的 我在这里翻译是 智者同道缘其法 不依一切缘之间 不依靠缘之间 了知诸法因缘甚 不得无因无缘法 了知诸法因缘甚 不得无因无缘法 意思就是说 智者会通达缘其法的 他是不依靠缘质的 不依靠旁边的那种自作 缘质的间 然后了知一切都是因缘而产生的 那么这个时候得不到 无因无缘的法得不到的 不得无因无缘法 刚才这两个教证 已经说明什么呢 说明一切万法 全部都是因缘的 我们也可以看得出来 现在不管是外面的法 还是里面的法 我们平时所接触的法 这些都没有一个 不是因缘产生的 从无理的角度来讲 也是全部是运动的 没有一个禁止的 不管是从宏观世界 或者是从围观世界 从哪一个角度来进行观察的时候 没有一个常有的法 这一点大家应该清楚的 既然说是没有一个常有 没有一个不是因缘产生的话 那么这些法都是空性的 空和因缘 我们刚才说也是一个名字 以前我们学院里面 一个老堪布 后来已经圆起了 叫高巴堪布 然后我们有时候 在他面前听课 辅导 这个时候他最喜欢引用这个 他有一个比较短短的胡子 有时候他就摸一摸 自己都会 他老人家 也是特别喜欢一些引用 以前上师如意宝 在传记里面也是说 上师如意宝 在失去求学的时候他的金刚导游 后来我看他住在牡丽宝 在那边有个图房里面 我们经常在那边 三戒论还有光明藏 大方王光明藏 很多法都有时候听福导 有时候听一些传承 经常引用这个教证 意思就是说 一切诸法都是因缘而产生的 不是因缘和不是空性的法 在这个世界上一点也是找不到的意思 这是我们讲什么呢 刚才自宗无果已经讲完了 现在光说慧者他众之国 这个分四个方面 就是无有四地之国 无有三宝之国 无有 前面给我们发过来的 泰国基本上是相同的 无有四地之国 无有三宝之国 无有因果之国 无有世间面之国 大概是这样的 但明天我们倒是再看看 然后第一个 无有四地之国 分无外境四地之国和 无有有境智慧之国 分两个方面 我们自宗 无有外境四地之国和有境智慧之国 第一个 无有外境四地之国 分略所 光所 色义 分三个方面 其中第一个略所 这个跟曼彭仁波切的课判 基本上是相同的 国人法和宗喀巴大师 刚才我们光说慧者他国 分六个方面来进行阐述的 但我想在这里 曼彭仁波切的课判比较好懂一点 这样我们这里第一个颂词 讲略所 略所四地 在颂词当中这样讲的 若一切不空 则无有生灭 若是则无有四身地之法 他意思比较简单 因为前面对方给我们说 若一切皆空 不生也不灭 若是则无有四身地之法 他们说 你们那个中观派 如果一切万法是空性的话 那你们不应该有生灭 也不应该有四地 他这样讲的 然后我们现在略所的时候 你们这个有四中的话 同样的道理 你们如果一切万法是有自行的话 再不应该有生灭 也不应该有圣者的四地了 怎么有圣者的四地不存在呢 下面在广说的时候 无有苦地的过失 无有灭地 道地 基地 下面各个广说 所以我们在这里领说的时候 我觉得也没有必要 前面刚开始这一批的时候 你们这个中观派是特别特别坏 你说一切诸法都是空性的 一切诸法都空性的话 那你这个生和灭 还有那个四地都不应该存在 然后今天中观派开始 终于就站起来了 站起来了说 你们有时懂吗 说一切万法都是存在的话 那不应该有生灭 也不应该有四地 有时候他们的那种辩论 还是挺有意思的 我看今天颂词当中就讲这么多 下面我们 这样一来 包括以缘起的作用而产生的果法 品质之类的物品 这个是刚才那个果法 然后果法之因的饮法 指的是 指的是逃离等作者逃舍 作为能作的棍杖 论盘 作为所作的品质 一记汉及道的诸法万物的生灭 以及此因缘而产生的果法 也都全盘复顶了 这样一来 全部都已经复顶了 他这里是用品质的比喻 来进行说明的 如果首先果法 品质的自行存在 则因为不需要饮法的缘故 所以逃离等等的果法 品质也就不存在了 但是类似逃离等等的果法不存在 以及在之后因缘 聚合之事所产生的果法 也不存在的这种说法 不管是饮法不存在的说法 还是果法不存在的这种说法 纯粹是对因果的毁谤 在四部大书当中 对此有着明确的阐述 四部论书 前面有时候说是三部论书 有时候说是四部论书 到底是指的是哪四部呢 也不是特别的明显 随便选择四部论书吧 然后安徽的讲义 清便的讲义 然后宪剧论 还有五味论的讲义 但我看《显曲论》里面稍微广一点 清便的也不广 下面是第二个颂词吧 作为宗观派的自重我讲 他这里这个我 只有从字面上解释的话 他这里好像自重大概是有这个意思 除了这个以外 暂文当中是不明显所谓的我 刚才讲了 将自缘起而产生的一切诸法 都解释为自性本体为空性 自缘起而产生的法 只不过是依靠其自身的摄氏处 而安立的加面而已 如同马车一样 所谓缘起性 也就是说 缘离长短 由无当便习的 宗道之真正大义 宗观的意思就是这样的 缘离长辨 如果自性存在 则缘起不合理 相反 如果诸法是自缘而起 自缘而起是缘起而产生的意思 自缘而起 则不应该存在自性呢 哪怕其中的一个条件不具足 或者是缘起而产生 或者是他的自性存在等等 一个条件不具足 诸法就不可能产生 因为这一切都是 依靠因缘而显现的 所以这种现分是 以他法伪装而成的 这种虚假的法 并不是存在的自性 我们从因缘而产生 从家里的角度来讲 这个现分称之为叫做缘起 然后从它的本质上 进行观察的时候 这叫做是空性的 依靠因缘缘起的 显分是虚伪 或者也可以称之为 世俗名言当中暗利的 也叫做世俗法 它是有显分于 自性不成立的法 具合而成的 刚才我比喻用 岁月和声音和世俗 它的显分和不成立 这两个具合而成的 当然我们世间人 就像《定戒报道论》里面说 即使有现现的 也是不成立的话 大家都觉得是非常奇怪 但实际上万法的本性 就是这样的 所以是远离了有无的中观道 如同岁月等等一般 上述这一切就是中观之大义 因此所谓的中观空性与缘起善者 应该三个都有 可能双眼好好一点吧 中观和缘起和还有那个空性吧 这三者本来是同一个汉业 也只不过是名称不同而已 所以我通达中观和 通达大圆满 通达缘起方 怎么样说 实际上已经真正通达了 这个佛陀所宣讲的究竟生意呢 然后下面 如果相加婆媳就可以了知 不是自因缘而生的法 一个也是不存在 因此不共的法 也是丝毫不可能存在 所有的万法皆为空性 并且远离了一切过患 下面那个 广说慧者当中 无有四弟之国 无有三宝之国 无有因果之国 无有宣说明言不合理 对方吧 意思是对方宣说明言不合理的 首先第一个是 无有外境四弟之国 这个分三个方面 首先略说 如果这一切万法 都是不空的本体 则因为与缘起不容的缘故 所以既不会有深层 也不会有毁灭 如此一来 包括四身体 也因所不空的里面 而成为了无有 意思就是说 所谓的四身体 也不存在了 好 今天讲到这里 我观察说 这巨人一 的存在 我们必须的 我觉得升太阳上 我们能够 我们能够的 水墙 没有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